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 今天我们将带您探索世界上最浪漫 最令人陶醉的蜜月旅行度假圣地 蜜月是新婚夫妇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它标志着爱情和浪漫的开始 所以选择一个离世界沉销远离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世界各地有许多令人惊艳的地点 提供了完美的环境和豪华的住宿 让您的蜜月成为一个难以忘怀的回忆 从远东的马尔代夫到南太平洋的波拉波拉岛 从欧洲的希腊圣托里尼到南美洲的巴黎岛 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魅力和浪漫氛围 让我们一起开始这段浪漫之旅 探索世界上最令人梦幻的蜜月旅行度假圣地吧 第十位巴黎 说到浪漫的地方 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法国巴黎 没错 巴黎被称之为浪漫之都 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之一 巴黎最不缺少的就是浪漫元素 它赋予美味来巴黎的新人已无尽的浪漫 令人惊异的美景 温馨而舒适的酒店和高水准的顶级购物 如果去巴黎蜜月旅行 拉丁角 埃菲尔铁塔 香榭里舌大道 凯萱门 巴黎圣母院以及蒙玛特尔 都是一些来到巴黎必须要去的地方 和爱人一起吃西餐 品红酒 在埃菲尔铁塔拍照留念 一定让人记忆深刻 蜜月旅行最佳季节 四季皆宜 巴黎四季气候温和 全年气温在0到0下25度 非常舒适 不过巴黎每个月都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日子会下雨 所以随身带把雨伞是必要的 第九位夏威夷 可以游泳冲浪 也可以体验出海捕鱼 既浪漫又充满着生活气息 只有梦中才会出现的海滩 典型的热带雨林 以及风景如花的夕阳 使得夏威夷成为了地球上的天堂 在阿罗哈岛上的完美的环境 开启你们绝妙的蜜月生活 微风袭袭 在月光下跳着舞 周围蜡烛环绕的氛围 这些对你而言是那么的独特 在没落凯岛的帕波和库海滩 拥有长达三英里的柔软白色沙滩 而拉奈岛的胡罗普海湾 拥有着平静的海水 盛瑞吉斯在考艾岛的度假村 为您提供终极的豪华服务 第八位威尼斯 意大利的威尼斯 毋庸置疑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 也是很多度蜜月夫妇的选择 威尼斯也被称为漂浮着的城市 面具之城 运河之都等 威尼斯人是出色的东道主 他们将会以优雅的方式接待你 被优雅的音乐环绕 使得这里的气氛更加浪漫 歌手们将会在烛光晚宴的桌旁 为您唱小夜曲 而你将会和你的爱人 躺在威尼斯特有的凤尾船中 欣赏这一切 威尼斯是情侣的天堂 河水在威尼斯的河道间 缓慢流动着 一切是那么平静那么温馨 远离了忙碌喧的现代都市生活 威尼斯将给你一个放松的假期 第七位普吉岛 到普吉岛蜜月 可以尽情享受东南亚风情 每年的11月至4月 是普吉岛旅游的旺季 巴东海滩都吸引了 无数新人来自蜜月 岛上每个沙滩 都有各自的优点和魅力 白色的海滩 齐形翼壮的是灰椒岩 以及丛林遍布的山丘 每年都吸引了大量游人 这里遍布海滩和海湾 有以亲近著称的卡玛拉海滩 有私密性风格的苏林海滩 有经常举行海上运动的珊瑚岛 还有月生活较丰富的巴东海滩 如果不想每天只有日光玉 这一个节目 那就一定要来普吉岛 体验刺激的海上娱乐项目 魔术 杂耍 及大象表演最为出名 第六位巴黎岛 巴黎岛是最浪漫的蜜月度假圣地之一 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浪漫的 僻静的 漂亮的热带岛屿 它拥有灿烂的文化 众多自然景点 沙滩 平和的气候 奢华的设施 服务以及娱乐活动 巴黎岛是一个情侣完美居住地 这个吸引人的小岛什么都有 海滩 山 农田 山村 修剪的水道梯田 清澈的河水 世界级的潜水 冲浪以及高尔夫场地 还有世界上最高级的 精致的酒店 度假村和别墅 对于这些想要找到一个完美的蜜月度假圣地 没有打扰 拥有真正的宁静和浪漫 以及传统的气氛的人而言 巴黎岛再合适不过了 这里还有私人的别墅 使得蜜月时光更加难以忘怀 更加欢乐 第五位 大溪地 有着美丽的茅草座的屋顶的大溪地 是蜜月旅行的绝佳选择 它无疑将会使这段旅程如同形化故事一般 大溪的和它周围的法属玻璃尼西亚社会群岛 一直都如同人间的伊甸园一般 大溪的又名台西提岛 散落在南太平洋之上 位于夏威夷之南 从空中俯瞰 它就像安徒生童话里的美人鱼 鱼头被称为大大溪地 鱼尾叫小大溪地 大溪地拥有着水晶白沙滩 浪漫的日出和绝美的月色星空 你将会满在这一切难忘浪漫的记忆 作为你们所共同珍视的回忆 你可以体验独特的乐视 尽情选择种类繁多的运动 如潜水 喷气机 深海钓鱼 以及打一场富有异国情调的高尔夫 当榴莲在这岛屿感受着温暖阳光和永远飘香的鲜花 这一切都将会给你们留下美好难忘的回忆 第四位塞舌尔 塞舌尔一座地球上最古老的岛屿 有最纯净的说华海岛之称 与马尔代夫 毛里求斯 共同被列为印度洋上的三大明珠 享有旅游者天堂的美誉 塞舌尔也代表了一个极富浪漫色彩的美丽群岛 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唯一流的天然浴场 您可以想象着两个人在蓝天白云 碧海银沙 阳光耀眼 植被茂盛的塞舌尔 感受着海风轻浮 呼吸着枝子花香 度过一个绝对四密的蜜月之旅 这将会永生难忘 在塞舌尔蜜月旅行 一定要去位于拉迪哥岛 全球最美海滩之首的德阿让海滩 第三位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是全球公认的海岛蜜月圣地 全年只有夏冬两个季节 平均气温25摄氏度 非常适宜度假 这里有着名的红顶教堂 位于毛里求斯的最北端 红色屋顶的教堂 与一望无际的海洋交相辉映 在毛里求斯 其实每天要做的就是感受慢生活 享受阳光沙滩 蓝天大海即可 或者是参加各式各样的户外活动 或高尔夫 或福钱 路易港是毛里求斯的首都 若是想购物可以选择这里 庞浦勒斯植物园是南半球最古老的植物园 有着各种稀奇的热带植物 可为毛球的必去景点 另外 黑河谷 七色土 还有火山口 也是毛球比较独特的地貌 非常值得一去 第二位 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由众多岛屿组成 一岛一景 但所有的岛屿都拥有一样的水清沙幼 对于那些不惜外人打扰 邪爱平和安逸的生活的人而言 在马尔代夫度蜜月是最好不过的了 马尔代夫特别适合那些 想要在美丽的大自然中充分享受 和另一半相陪的人 这里无论是金色黎明 红色日出 地蓝水面还是海底缤纷的鱿鱼 都好像在宣称 马尔代夫是一个热情的天堂 让你不禁感叹这是地平线上最美的乐园 第一位圣托里尼 圣托里尼是爱琴海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这里有世界上最美的日落 最壮阔的海景 这里蓝白相知的色彩的是艺术家的聚集地 这里有浪漫的爱琴海风光 是世界上恋人度蜜月的绝佳圣地 是最能让你找到好运和浪漫的地方 在圣托里尼 不光游人 连动物也是一样的爱着大海 无论陆地还是船上 常有会选尸角的猫猫狗狗 惬意地对着大海 一看就是一天 记得有部电影里 希腊老者教育他的子女说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希腊人 一种是想成为希腊人的人 这一份闲情意志足以令人身亡 如果说还有什么是比结婚更甜蜜的话 那一定是新婚后的蜜月之旅 茫茫世界中的两个人能相识相知 那是缘分 能最终走到一起便是天意 纪念这份天意便要创造最甜蜜的回忆 去蜜月旅行吧 让爱在旅行中升华绽放 让地球上最美的风景见证你们的幸福 小编最后提醒蜜月旅行注意安全 如果您喜欢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您有推荐的蜜月旅行圣地 请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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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